好平一般的總社在前後是設立在台中市的中區 也在二二百四間後後插風 現在這棟大樓是台中 為他跟二二百四間有關的位置 但是因為是輸淨的三款 還有申請為腦中結 讓台方的這個文書團體和作家是發起請求外董 老舊見到的朋友們都在有鐵皮封住的 他樓的店家也停止影響 這棟在台中市中區 有結婚跟中三樓口的建築 暫緊是和平日報報社的座席 也許是台中市現有跟二二百四間有關的位置 但是因為大樓就要拼圖 地方文書團體和作家留客廂發起請求外董 一九四六年和平日報的總社 就是在台中這個地點成立 對那陳提斯那時候 他是受聘於這邊的那個美術編輯 這棟房子從二八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是在台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棟房子 當地在在一九三空二代 是台中尋找一個圓圈地單 正到負貧立部總社設在這棟大樓 在二八四間後會有查封 電影比前三次各社人文青的環境 違家陳廷師當時就是保釋的邊緝 但是沒有這大樓是輸有三款 所有管理申請為老中間 台中市都法教已經學準 文法教是因為建築情收改建民憲 管理部列車追蹤 但是會繼續來聽國界的意見 文字處在今年四月二十一號以辦理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看 經過專家委員認定此建築徵修改建明顯 因此決意不予列車追蹤 比較後來基本上那個就要聽 那如果沒有 那位就揮露問題啦 還有揮手房子房子房子你不聽 那如果店就像這樣就防著一聲就開 附近的寄民表示 古城區需要環心 而且兼顧消防公安 因此贊成拼圖中間 中心再生文化協會是說到 這棟樓有很多歷史記憶 已經發起贊助二雄連肅 未來的科路醫工業 款部的方式成立全好 碰到各界的集資 向大樓所有管理應 把建築物買下來 記者台中報讀 記者台中報讀